今年這第12季的SBL超級籃球聯賽 有許多年輕好手值得期待 那今天在台中的開幕戰 對台皮的某位球員一配版 對那他就是台皮 今天表現非常出色的新秀蔣玉安 他在生涯第一場SBL比賽正巧 就是在自己的母校 台灣體大體育館來出賽 而且他的身份 也從學生時代的攻讀生 現在是變成了場上的球員 這也讓他覺得別具異議 台皮對新秀蔣玉安 回到母校台灣體大體育館 參與第12季的SBL 只不過這次的身份跟以往很不一樣 之前來不是工作人員 那時候大學還是工作人員 然後不然就是去年 就是來看一下學長群民這樣 那今年變成自己在球場上比賽 覺得還蠻特別的 好像跨到一大步一樣 那就也緊張是一定會有的 那希望就是自己可以平常心 有小愛佛森稱號的蔣玉安 而且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迎向菜鳥球技 他期許自己能升任球隊空位的位置 團隊優先其次才追求個人成績 相較於蔣玉安 身經百戰的國家隊長客周宜翔 顯得老神在在 被視為舔磊的接班人 周宜翔把壓力當作前進的助力 同時他也期待和台皮隊的當家球星劉真 來場精彩的較量 就還蠻平靜的吧 不然的話心情會像前兩場那樣 就是想太多 我跟劉真也是朋友 然後自己下還不錯 然後會聯絡 然後怎麼講就是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心裡想要對到他 想要挑戰他吧 第12季SBL超級籃球聯賽 22日正式點燃戰火 這群被譽為史上天分最高的菜鳥群 都拿出真本式全力拼陣 讓醫生只有一次的SBL處女秀 不留遺憾 有電TV 甘寶姐 離愛傳台中報導